睽違九年之後 馬錫會是再度登場 當中大家非常關注的 當然還是這一次的地點 上一次是在新加坡 但這一次就是在中國道的領土上了 而且挑的地點也非常有政治意涵 就是北京人民大會堂 在這裡舉辦了馬錫二會 但是北京人民大會堂當中有34個廳 到底挑在哪個廳來進行會面 大家也非常關注 因為在這上面有非常深的政治意涵 一開始大家說可能會在台灣聽吧 在台灣聽的話 其實會傳達台灣是中國大陸一省的 一個這樣子的政治意涵 再來也很有可能是福建廳 當時在這裡 習近平也接見了很多來自台灣的訪客 尤其像是朱立倫 連戰 吳伯雄 當時都是在福建廳這個位置 但是沒有想到這次大家出乎意料的 竟然這一次的馬錫二會 是挑在東大廳 東大廳在這個方面 大部分都是進行一些重大的外事會議 也是一些重要的會議場所 包括香港跟澳門的回歸是在這個廳舉辦的之外 另外包括是在 鄧小平跟哥巴西福兩人歷史性的握手 也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說這樣子的位置到底傳達什麼樣的政治意涵 還有這一次的馬錫二會 又有什麼樣的潛台詞呢 我們先來看到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的榮譽教授 趙春山的看法 他說在這一次馬錫二會當中 馬英九其實受到接近國家領導人的待遇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呢 習近平接下來要專心處理內部問題 但是不會對兩岸關係有新的論述 新的說法 反而是希望兩岸關係 還有這種緊貌的態勢可以稍稍降溫 同時也是對賴清德釋放出新的消息 還有中國大陸的旅美評論員就說了 他認為說其實這一次的馬錫二會 主要要加強要傳達的是 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意思 所以反過來說 如果在今天台灣持續的追求台獨的話 中國大陸就有這個非合同的正當性 也就是說無統的正當性 就有可能是被大幅的提升 另外呢為了要解決台灣問題 也爭取更多時間 因為現在對中國大陸內部來說 經濟問題還是必須要來趕快解決的狀況之心 但是以外國媒體角度 怎麼看這一次的馬錫二會呢 針對中國大陸的方面來說 其實他們認為習近平在對外傳達的是一個 對台灣相對合同 而且希望透過馬英九來爭取台灣明星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這一次的會面 就是一個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一個大外宣的手段 但是對我們的前總統馬英九來講 則是他在爭取個人的歷史定位 時隔九年馬錫兩人再度相見 還撞起美日峰會 外界認為較勁意味濃厚 更是在和國際喊話 台灣也能和大陸親近友好 替其將上台的賴清德政府施加壓力 馬錫會時機有所策劃 專家分析 北京希望透過對馬英九款貸 來爭取台灣明星 也說明和平統一戰略 同樣是北京當下的選項 對內更是內宣手段 代表並未失去台灣人的心 而對馬英九而言則有專家認為 這趟仿中行是在鞏固自己在台灣政壇的影響力 我曾經說過馬英九 這是一趟的訪問 他是前一趟的領導人 這是一趟的領導人 讓他記憶成為台灣領導人 他能夠直接跟北京進行 民進黨定調 馬英九是退休政治人物 這是他的私人行程 馬錫二會對台海能造成什麼實質影響 備受外界矚目 TB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其實在華府 其實現在有多國的政要都在這邊 要討論的當然還是印太地區的局勢 我們先來看到4月10號這一天 將會舉辦美日領受會談 目的當然是要強化 美日當中的軍事聯盟 當中也包括了非常多的範疇 像是太空以及經濟 甚至氣候變遷也都會來討論 但是最重要的 還是軍事方面如何的更深化合作 再來隔了一天4月11號馬上要舉辦 是美日非三方峰會 而且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三國舉辦峰會 而且要主要討論的當然是對菲律賓感受 最有威脅的南海局勢 而且要特別討論如何應對 對中國大陸在區域內的行動 當然南海局勢現在隨著中國大陸的禁兵 逐漸升位的狀況之下 似乎美國也希望要來管一管 所以在這一次的美日會談當中 其實美國的駐日大使就說了 美國將會從根本上改變 美軍在日本的指揮部署 尤其以日本的美軍來說 其實是美軍在他們的領土之外最大 而且範圍最多的一個部隊總共來到了5.5萬人 當中其實特別提出到的是 路透社指出說 華府有意要指派私信項帳出任駐日的美軍司令 而且當中其實在2025年 也就是明年就要開始討論 成立聯合作戰指揮部 要進行針對成立指揮部的計畫來進行討論 還有其實英國的外交大臣 也在華府當中其實也舉辦了記者會 他們針對其實現在國際上特別多討論 而且可能會發生衝突的地區的議題 像是在南海 台海及朝鮮半島的部分 針對這些重要議題的話 美國跟英國的立場都是一致的 而且要討論Arkester跟日本的夥伴關係 甚至要發展所謂的第二支柱行動 包括是哪些範疇呢 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講的AI啦 還有這些極音速飛帶以及量子運算等等 都在所謂的第二支柱行動當中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南海問題 當然菲律賓跟美國現在要背靠背 肩並肩的一起來進行合作 在4月底到5月初就要進行聯合軍演了 而且從6月1號開始 會有10天舉辦聯合的戰場訓練 而且為什麼這次的戰場訓練這麼特殊 因為他主要想要應對的就是這些很多的島嶼 要如何作戰 還有讓美軍如何適應說在菲律賓 像這種叢林裡頭的作戰模式 也都是這一次的演練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而且據傳日本也會到場觀摩 甚至南海附近的水域也都要進行實彈演練 也都是到時候美國跟菲律賓 雙方軍事合作一個非常重要的標的 另外我們來看到 其實在這次的美日峰會結束之後 據傳也會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當中也會討論到台海問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國事訪問的前一天 先接受美國總統拜登和夫人吉兒的 私人晚宴招待 拜登送上由賓州日裔美籍企業 製作的三角桌作為官方禮物 另外還為岸田文雄準備比利喬的簽名唱片 和美國古董黑膠唱片集 之後離開白宮到海鮮餐廳共進晚餐 這是2015年前首相安倍晉三後 再有日本首相到美國國事訪問 也是繼法國 澳洲 南韓和印度之後 拜登任內的第五場國宴 國宴菜色用美國本地食材融入日式料理 甜點當然是拜登的最愛冰淇淋 還融入象徵美日友好的華府櫻花 日本是美國在印太地區關係最緊密的盟友 來自中國北韓及俄羅斯的威脅日益增加 安全合作是這次岸田訪美的重要議題 home戰爭超過兩年加薩衝突滿六個月 拜登在应对这两场战争的同时 还是努力把外交政策重心放在印太地区 去年有美日韩大卫营峰会 这个星期还有首次的美日非峰会 但只有让这些多边对话制度化 才能确保不会因为美国政党轮替而有所影响 拜登和岸田文雄将宣布 两国在防御安全民用太空 关键新兴科技研究的合作 微软宣布未来两年在日本投资29亿美元 拓展云端和人工智慧基础建设 这也是微软在日本46年来最大规模的投资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加萨地区 现在在这里巴勒斯坦人的处境 真的是越来越艰难 而且呢现在以色列的攻势 已经踩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红线 我们先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是怎么说 他认为说纳坦雅胡处理加萨战争的方式 是一个错误 而且呢其实这恐怕也是在整个加萨地区 发生战事以来 他措辞最严重的一次 而且他希望纳坦雅胡要停火 而且没借口阻止任何的人道援助 但是哦其实纳坦雅胡 以色列的总理现在 还是战役圣接 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阻止以色列的部队进入拉法 尤其拉法地区 其实大家很担心说 如果以色列对这边有更多的轰炸 更多的攻击的话 从这样子的传言 从摘戒约之前 一路到讨论到现在 现在有没有可能 这个以色列要开始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当然大家非常关心 但是以英国的角色来说 英国的外交大臣卡麦隆就说了 虽然说他们也严重关切 这个以色列在当地所造成的人道危机 但是他们不会暂停出口武器给以色列继续 这个同时他也会按照这个国际法来行事 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是继续出口武器给以色列 但是其实现在为什么加萨的危机 还有现在以色列的作为踩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红线呢 因为现在有非常明确的市政认为说他们阻止一些人道的援助进入到加萨地区 原来是NGO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 在这个全境加萨援助的状况之下呢 竟然是被以色列用无人机来突袭 也击中了车辆 这件事情其实引发了非常多的撻伐 因为他们的创办人说 这个以色列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这个是一个人道援助的车队呢 因为出发前已经沟通了 而且以色列军队是清楚他们到底要怎么走路线都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车队是遭到有计划 而且逐量的轰炸 甚至其实从轰炸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上方其实本身就有非常明确的标志 是一个NGO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标志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行为 更让大家觉得以色列真的太过分 整个西方制线可以说是群情激愤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现在要制裁以色列的 当然不止这些国家 包括土耳其也加入了 他们认为说其实纳坦雅胡这样作为 根本就是恐怖主义跟希特勒一模一样 而且土耳其也针对以色列采取了出口管制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对以色列画下红线 警告总理纳坦雅胡不要攻击收容150万难民的拉法士 周二拜登再次公开批评纳坦雅胡 要求他立刻停火 纳坦雅胡态度强硬反击国际的施压 表示进攻拉法士日期已定 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止以色列 纳坦雅胡目前内外交迫 国际盟友施压停火 否则不再支持以色列 而阁源中极右派的国家安全部长却公开威胁纳坦雅胡 若不进攻拉法士就别想继续当总理 以色列安全内阁也召开会议 讨论是否终止与哈马斯的停火谈判 双方目前在以色列撤军问题上没有共识 谈判陷入僵局 以色列在战场上也四面楚歌 加萨的哈马斯很难斩草除根 北边的黎巴嫩真主党袭击猛烈 南部港口城市也受到燕门青年运动的无人机侵扰 9号以色列首次动用铁穹海基防空系统 在红海打下了一架青年运动的无人机 国际对以色列不再只是口头警告 也开始采取实质行动 土耳其自以哈爆发冲突以来 就严厉批评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国家 进行种族屠杀 总统埃尔多安还将纳坦雅胡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土耳其同情加萨处境 不断要求空投食物援助 却被以色列拒绝了 土国外交部宣布要对以色列进行出口限制 包括金属 水泥和工业机具等超过50项商品 直到以色列停火为止 以国也立刻反击 宣布不再出口钢铁 匪料和航空燃料到土耳其 这势必让土国通膨再度升温 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外交关系不目 但却不影响两国贸易往来 今年以来 土耳其出口到以色列的贸易量增加 第一季达到11亿美金 土耳其多数民众深远加萨 要求政府断绝以色列的贸易往来 却没有得到回应 不久前才落幕的地方选举 反对党获得过半选票 埃尔多安挫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他的以色列政策 法国也有意对以色列采取行动 外交部长在访问中表示 对以色列祭出制裁 是施压开放加萨人道走廊的方法之一 TVBS新闻总和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